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就有的朋友非常好奇 我们做UP主注视频的收入有多少 就比如说我309万我收入有多少 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实际上我的粉丝是3.8万多 他自己四色五入到309万的 B站的收入是根据创作机里视频统计数据来的 并不是通过广告 所以说给的钱并不会很多 视频的统计数据就比如说你的播放量 收藏量 还有粉丝互动什么的 那么官方他自己有详细的解释 就比如说我之前十多万播放量的视频 他只给了一两百块钱而已 我在B站从2018年到现在的收入 总共一万多块钱 那么到现在还有204的贝壳还没提出来 那么这个贝壳是1比1的 就是1贝壳等于1元人民币 但是提现的话是有30%的手续费的 接下来这个是我自己的YouTube主张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粉丝是8000多 快8.9K了 那么给你们看一下统计数据 他这些统计数据是实时更新的 我获利最高的视频是 具贴线上赌场抽策的小技巧 283美元 那么光看次数218K 获利283美元 YouTube的获利功能 我是在今年3月份才过审的 审核还是很漫长 挺麻烦的 他要求你达到固定的粉丝数 还有播放量 那么所有的视频不能由音乐版群纠纷 然后他还要从美国的谷歌公司 寄一封实体的邮件过来 自制的 那么来确认地址是真实的 这个月我能拿到196美元 也就是1300多元人民币 比我这个月在B站拿的27块钱好多了 YouTube的获利功能 我在3月份过程了 那个月我拿到了1300多美元 那么扣去一点手续费之后 我还是1300多美元 转成人民币之后 9000多块钱人民币 同样也是3月份 我在B站却拿到800多块钱人民币 谷歌经过汇款给你了之后 美元和人民币是分开的 也就是支付宝是没有办法直接调用里面的美元的 你要用的话只能把美元转成人民币 也就是节会的操作 现在由于人民币升值了 所以说你美元换成人民币 赚的钱是少了很多的 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的话 我YouTube的钱赚的就少了 但是我买海外的东西 海淘东西就便宜很多 这是两面性的 YouTube的获利是根据广告 那么广告的话 你可以选择分在哪里 分在视频前面 还是中间 还是后面 然后分在哪个位置 你也可以自己选择插播广告的位置 在观众体验和获利之间做好平衡 小于8分钟的视频 是没有办法在影片播放期间 插播广告的 然后在视频上传的时候 你必须完成这个影片的分级 对你自己投稿的影片 做出评级 就比如视频里面 是否还有不大语言 轻度 重度 有限制的广告 我现在营运发展的重点 是我这个YouTube的频道 那么B站的话 从今年3月份开始量了之后 我就没有怎么管了 好的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不要忘了关注 UP主的Facebook IG 推特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